大S昏倒暴41岁高龄怀孕 连三胎犯大忌,41岁艺人大S昨经传因癫痫发作昏倒送医,后又遭贴报释怀第三胎 传因未满三个月不方便说,如此算起来大S已连续三胎运势未满三个月都屡遭破梗,持续碰巧未遵守民间禁忌 三年前大S才怀孕一个月就运势曝光,当时她参加奶奶寿宴,衣着宽松,穿平底鞋遮运度,S妈未否认,但大S暴怒 五年前怀第一胎时,则是大S亲自爆出运势,当时小S与公公许庆祥,老公许亚军深陷胖达人内线交易案,大S急着自爆 为了小S不惜出卖月度转移焦点,不料就此驻下运势破梗SOP杨宗伟爱哄史上最烂演唱会 六大罪状被公开从台湾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发迹的杨宗伟上周六在美国纽约举行演唱会 却被在场观众投诉她六大罪状,离谱行径也在微博被骂翻,遭许多人怒骂史上最烂演唱会,觉得她耍大牌 甚至在微博自制杨宗伟,纽约不欢迎你并在她图片上画X 杨宗伟原定7点开唱,延迟了快2小时才上台,从头到尾也没有解释道歉 中间离场21分钟也只是换了上衣,一小时半的演唱会只唱7首歌 让买着票价1万多台币的观众难掩怒气 该名网友自制表格,著名时间表示 杨宗伟第一次下台是9点19分,下台21分钟 于9点40分上台又再唱二首歌,过了一下子 他再度上台,唱二首歌结束,一句话都没说 此时10点24分,长灯全亮,观众喊安壳也没用 已有工作人员出来打扫,此时全场观众高喊退票 主办方事后在微博说明道歉,指出为告知观众确切流程 以及杨宗伟工作人员签证出现问题 同时解释杨宗伟准备了四套服装 演唱途中也有下台跟观众握手互动 其实杨宗伟早在3月11日就于微博预告 主办方因为工作人员签证问题卡关 有可能去布城,关于24分之三美国纽约演唱会 还是要请大家先观望一下 因为主办方在处理工作人员的签证方面 O2,似乎还存在着风险与不定,包含我的化妆师 早先观验已经发博告知大家他的签证来不及下来 无法成行,所以如果其他工作人员的签证无法下来 我一个人也是不会去美国的闽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同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Dan成员T、O、P、G、Dragon、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星部队新兵训练营 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亦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 Sweet到呢 孙艺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得慧翁主36岁影后孙艺珍或 拍韩剧当你沉睡时 29岁男星丁凯寅和颜有线台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和赵石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 亦不实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 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拾能否 创家记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铜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O、P、G、Dragon、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星部队新兵训练营 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一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Sweet到呢 孙艺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德惠翁主36岁影后松一真火 拍韩剧当你沉睡时 29岁男星丁凯寅 和言有线台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 和肇时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 亦不实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 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拾能否 创家记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铜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 O P G Dragon 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星部队 新兵训练营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 亦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 Sweet到呢 孙艺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得慧翁主36岁影后送一针火 拍韩剧当你沉睡时 29岁男星丁凯寅 和言有线台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 和照实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亦不识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宋高帽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拾能否 创家记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铜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O、P、G、Dragon、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十二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清兴部队新兵训练营 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一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 Sweet到呢 孙艺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得慧翁主36岁影后松一真火 拍韩剧当你沉睡时29岁男星丁凯寅 和言有线台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 和肇实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 亦不实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 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拾能否 创家记